没有爱的真实体 就是上戏的 我杀过人 镜中人的角色 是为文芳量身定做的 在天使和魔鬼之间游走 两位男主角 文芳的印象如何呢 我觉得文芳的真人 比戏里面两个角色 加起来还要复杂 所以因为他这个人很聪明 但是他的性格 也可以很多重的 不是双重是多重 所以他演起什么戏 什么角色都演得很好 是底下文芳比较正常一点吧 戏里面的比较 那个是比较有问题的 西域舞演出这个角色 跟自己以往的角色 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第一次演一个 比较花心的一个角色 然后而且花心之后 又很多很多事情发生 比较复杂 所以跟之前演的一些戏 都比较不一样吧 镜中人剧情高潮 不叠起曲折离起 您绝对不能错过 从4月18日起 星期一到星期五 晚上9点 8频道 镜中人